但是叶利亚来告诉我们 这个故事说起来实在是有一点夸张 夸张在哪里 他也不是刚刚实位在提醒我们 不要买的预售屋 这个也是城屋啊 都要买好小好小啊 你说我晚一点买好了 很多事情也由不得你 偏偏要你买你就得买 买了之后那就住进去啊 他不是住不到一年 又任赔杀出 怎么搞的这个夫人家 对 其实我们现在看 就是说当年比如说 我觉得我跟俊相都算是 这个运气比较好 我们其实步入社会大概是20年 那其实当年的这个薪水也比较好 房价也没有涨得那么夸张 所以其实我们知道 辛苦工作了五年七年啊 顺利买房子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可是现在的年轻人 随随便便20几K 30几K 你要他们买房子 怎么可能 怎么会有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现在啊 年轻的情侣 他们最流行的一件事情 最流行的一种普遍做法 叫做纯结婚基金 对 那这个纯结婚基金 顾名思义啦 反正就是纯一笔钱 我们当做买房子的一个头期款 你要光靠我 我也办不到啦 两个一起存啦 没错 那可是呢 我在这边我就听过一个案例是呢 有一个年轻人 他存了结婚基金之后呢 也买了 也开了房子 就没有想到到后来 因为对房贷处理后续的问题 彼此的意见是双方不合 怎么会这样呢 所以搞的男主角到最后 反而赔了20万人 说说看 好 这个故事的状况是这样 男主角叫做Frank 那他有一个认识两年的一个女朋友 他在2012年开始 他们就决定要讨论这个结婚的 相关的一个事宜 那一开始都讨论一些软性话题 比如说那个垃圾以后谁倒啊 然后呢这个 其他的家事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些分配 可讨论到后面 重要的财务的问题浮上台面了 那女朋友其实很没有安全感 他就直接跟这个Frank 就跟他撒家说 那这样子好不好啦 我们也来存一个结婚基金啦 就是呢在我这边开一个户头 然后你每个月呢 存一笔钱到我的户头来 这样子呢就证明你爱我啦 那这样子呢就有证明说 你真的想要取我的这样的一个决心 真的爱到处了 存也应该要存啦 没错那Frank也觉得说 女朋友呢真的是没有安全感 那再加上他也觉得呢 女朋友其实精打细算 对数字很有概念 比较精明 他当下就答应说 没问题我一定每个月汇钱给你 好那问题来了 那Frank他就很仔细去算说 那我到底每个月要汇多少钱 给我女朋友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每个月的收入是五万块 他算一下他每个月的开销是三万块 换句话说呢 他觉得他可以每个月汇两万块 到女朋友的户头当作结婚基金 剩下的都存过去了啦 对其实我觉得 都没时间呢 一直在 我觉得Frank真的很爱他女朋友 对 真的 那当然他也是如期 就每个月都汇两万 汇两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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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因为真的是每个月都很认真在汇 所以这个期间 汇款的期间呢 Frank跟他女朋友就很认真 也就看房子看看 真的就看到一间 他们还蛮喜欢的房子 皇天不负苦心人 对真的是很幸运 那我觉得更厉害的是他女朋友 他女朋友呢 当下喜欢这间房子 就跟Frank说 我们就买这间房子 而且他女朋友更厉害的地方是 直接杀种价 一杀就杀了一百多万 哇买到赚到 对没有错那Frank也觉得说 哇我女朋友我老婆真的是好厉害 这个头脑是金头脑金打气算 于是呢 他们就在2013年 Frank就觉得说 应该要结婚咯 要结婚了吗 刚不是说杀了一百万 大家不是这么痛这么欢迎 拍拍手放烟火削苹果 那才是Frank 无止无尽 恶梦的开始 待会回来听艳丽 继续说给你听 欢迎回到五期新闻网 我是徐俊向 带你挖真相 刚艳丽跟我们聊到这个Frank 刷腿好报 非常精明能干 又会杀价 你看买房子还没结婚 就给他们砍了一百万下来 买到赚到 对没错买到赚到 而且这时候Frank就觉得说 那真的应该要结婚了 于是呢 他们就约了一天 邀请双方的家长一起出来用餐 想说应该要提亲了吧 结果呢 双方的家长一坐下来 餐呢 才送来 才吃到一半 怎么了 本来很好的一个气氛 这个时候呢 女方的家长 居然提出了一个要求 他就说呢 Frank 你是一个有为的青年 工作很稳定 那么我们希望 为了让你们有更多的一个生活保障 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 你在结婚之前 把所有的房贷 全部通通都给父亲 社会啊 等一下 你们未来的警察 一个月才负五万块 你拿这个要求 不用太无行情吧 对 没错 那当下呢 就是Frank的爸爸妈妈觉得 好奇怪哦 怎么之前你们都没有听说过 这个女方的家长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当下呢 就是Frank的爸爸妈妈妈 还是保持着微笑 但其实内心非常的干掉 我们来提亲的吧 想说最困难的这一关 房子也找到了 钱负基金也有了 一百万也砍下来了 没错 所以回到家 是用Frank的爸爸妈妈 立刻把Frank 痛骂一顿就说 你有没有搞错啊 你都不知道 女方的爸爸妈妈 到底在想什么 你就立刻来提亲 好啦 你也知道家里的经济状况 就是这样 我们没有多余的钱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娶这个女生 你要把所有的房贷 给父亲的话 请你自己想办法 也就是说 Frank的爸爸妈妈妈 没有任何能力 帮Frank 再出任何的一毛钱 你看看 他在投款的 两个要一起结婚基金 连这个都要两个 一起合力来完成 你要他独立完成 没错 那Frank更生气的一件事情是 第一个 他觉得女朋友 没有事先跟他说 女方的爸爸妈妈 原来有这个想法 有这样特别的 一个严厉的要求 第二个让Frank 很生气的是 他觉得说结婚 婚姻本来就是两个人 要共同努力 共同打拼 就是啊 房贷你通通都丢给我 你把所有的压力都丢给我 然后你就坐享其成 这样根本不是一个好老婆 未来应该扮演的一个角色 对啊 你不是口口声声很爱我 我们要一起努力吗 对 所以后来Frank呢 他很生气 他就跟女朋友 这个大吵起来 就跟女朋友说 我们应该一起努力嘛 但是女方不愿意 女方坚持 你要把所有的房贷给付气 于是 后来呢 后来 大家很想问后来呢 后来因为真的是 双方理念实在不合 于是只好决定要分手 好 分手之后呢 我们刚刚不是提到吗 结婚基金Frank 已经付了八九个月 每个月是两万块 这样不是高达十八万吗 但Frank就想说 好吧 我们既然要分手 那我之前存的结婚基金 你好歹要退还给我吧 所以Frank就去找女朋友 就跟女朋友说 这十八万 你应该退还给我啊 就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关键的时间点 女方的妈妈跳出来就说了 不对不对哦 我干嘛还这十八万给你呢 你看还他 我房子没买 那个结婚基金是要买房的 女方的家长特别提醒Frank哦 当初呢 我们要买房子的时候 我女儿杀了一百多万 我女儿很厉害耶 我替你省了一笔钱 替你赚了一大笔钱 如果你今天要我 把那十八万退还给你 你必须把这一百万 你贴给我 哇 这什么道理 房子我们没买 所以你遇到一个 难缠的丈母娘 遇到一个太精打细算的 一个丈母娘 那这时候呢 所有Frank的朋友 就提醒Frank说 那你就去告侵占啊 告这个女方的家长 侵占这十八万 Frank就想一想 算了啦 好歹呢 这个过去还是一场 这个缘分嘛 不要撕脸撕破脸 真的是很难看 就当做这十八万呢 认清了一个女生 认清了一个家族 从此谢谢再联络 这十八万就停损了 哎呦 你看我十八万 真的买一个经验 心好痛啊 不过回过团体有怪 本来可以结成一对 相爱的夫妻的这对恋人 结果是台湾的房价 搞得大家算得那么清楚 连恩情 连爱情都没有了 对 没有错 真的是谈到钱 我觉得就是婚姻的一个杀手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案例 阿芳呢 跟老公 因为先有了baby 所以就是要结婚了 那我觉得他们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是虽然他们这对夫妻 月薪十万块 加起来一对夫妻十万块 在台湾不算特别好 但也不算是特别差 这个其实已经算是中等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收入 那他们比别人幸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他们的双方家长都非常疼爱他们 那双方家长也有一个 非常传统的一个观念 就是 好 结婚之前先有一栋房子 这样子呢 你们有的小孩 生活品质就会很好 所以他们的双方家长 就凑出了三百万 很好 非常好 我超级无敌羡慕的 对啊 这三百万真的可以买到一间 还不错的房子 那阿芳他们就去看房子了 就看到了呢 在新装的电梯滑下 一千四百万 四十平的一个房子 对 那扣掉三百万呢 换句话说 他们每个月摊提大概是五万多块 对 好 前两年过得非常幸福 为什么 因为宽限期嘛 只要缴利息 其实没什么生活的压力 没错 好 可是两年过去了 我们看到呢 他的压力真的来了 因为一对夫妻收入是十万块 生活费五万块 再扣掉房费五万块 都打掉了呢 没错 根本没有任何的一毛钱 可以多存下来 所以阿芳说 他甚至连上菜市场 都觉得压力好大 不知道今天买的这个菜 可不可以买这么多 可是为了背这个房子 牙一摇一卷 我们精打细算 也能过日子啊 对 可是问题来了 本来有一个宝贝 已经是压力很大 这个时候呢 阿芳又怀孕了 怀孕明明是一件 让人家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对啊 可信的话 他发现说不对哦 我又怀孕 我又生了一个小孩 我的生活费从五万块 增加到七万块耶 我房贷每个月是五万块 这样等于我每个月 固定开销高达十二万 可是我们偏偏一个月 只赚十万块耶 怎么办 当时只有老大的时候 就just make了 现在第二个出来 对 那两万块在哪里 每个月至少 至少短缺两万块 而且后来阿芳跟老公一直算 真的是完全不对的一件事情 就是呢 小孩呢 两个小孩 要吃 要穿 要读书 要教育费 要给他更好的生活品质 对 那真的是压力太大 以后一个月 不止短缺两万哦 小孩长更大的时候 以后一个月 可能是短缺四万 五万甚至更多 那后来怎么办 怎么办呢 他们做了一个 人生重大的决定 把房子卖掉 卖掉房子之后 起码呢 你回过头来租房子 你的生活的压力 就不会那么大 那当然啦 我觉得阿芳他们最幸运的 一件事情是 房子卖掉之后 原来家长赞助 他们的那三百万 家长也都没有要回去 所以他就利用那三百万 住了还不错的一个房子 那么他们希望的事情是 希望房价回跌之后呢 他们可以再顺利买到 他们比较适合 他们自己的房子 这么努力的小资组 小资家庭 这父母亲 有不努力吗 他们很努力啊 结果你可以看到 这样子的房价 让他们才买进来 一下下 立刻要认赔杀出 政府到底帮年轻人做了什么 可不可以让他们拥有的家 不要这么难呢